1的话就代表它的这个辐射已经爆表 就是代表它已经超过了2000的这个威望 所以你想想看哦 如果我们小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啊 一直这样子对着电话一直这样看的话 其实那个辐射是很高的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头晕头痛 睡眠不好找不到原因 你很可能是受到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彬燕 开门见山 今天我这个影片呢 一样是介绍产品 但是和之前的那些业配影片不同 因为这个是我亲自用到好用 所以我才主动联系商家要来拍摄这个影片 没有收任何的钱 所以是很诚恳的分享 我本身是YouTuber 加上有自己的Production Team 我的日常工作呢 就是写剧本啊 拍广告啊 摄影啊 剪接 还有常常要和顾客 做美丁等等 可以说一天几乎80%的时间都在 面对那些电子设备 所以我是常常感觉到 头痛啊 头晕啊 睡眠这两年不是很好 睡眠不好呢 对我的影响真的是很大 会影响我的情绪啦 还有就是我工作的时候 没有办法集中精力 因为会很累 所以每次很累的时候呢 我就会喝咖啡 但是喝咖啡呢 只是治病不治本 因为喝咖啡只是可以暂时提升 但是头痛是没有办法缓解的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接到Safling这个 辐射小厨器的这个广告拍摄 要来介绍这个产品 然后根据官方的介绍呢 这个产品是可以消除辐射 然后呢 对这个血液循环很好 还有就是可以帮助睡眠啊 减少头痛等等 起初我也是抱着很怀疑的态度 因为它不用吃药 也不用服用任何的东西 就能够帮助我们的睡眠 听起来就很不科学 对不对 但是事实胜于理论嘛 为了验证这个产品有没有效 我自己就对自己做了实验 每次在我晚上的时候呢 我就开着这个产品 结果发现呢 只要在睡觉的时候呢 我有开启这个辐射消除器的时候 当天的这个睡眠质量真的有变好 隔天也会变得比较有精神 其实我觉得睡眠好真的很重要 因为睡得好就会精神好 精神好就会体力好 体力好呢就会食欲好 食欲好呢就会吃很多东西 就会没烦恼 所以我才会变得那么胖 用了这个产品过后 我才意识到原来每次睡眠不好 和这个电磁辐射有关系 那如果你在网络上面搜索 电磁辐射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危害 你会发现到 其实有的人认为辐射是对人体有害的 也有一些人坚持辐射是对人体有害的 那即便是科学家 也是有两种不同的立场 但对于我来说 我更倾向于相信辐射是对人体有害的 只是说它的危害到底是很大 还是微不足道而已 那关于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危害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观赏 一个美国的纪录片叫做《眩云一带》 里面有很多人分享 关于这个电磁辐射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那另外呢还有一篇报导 里面有关于很多对于电磁过敏的案例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点击 我视频的尿素栏的链接来了解详情 我手头上这个呢就是电磁辐射检测仪 我现在就来示范一下就是 不是示范 是实验一下就是这个电器到底有多少的辐射 我现在打开了 镜头 Come on 看到吗 镜头摄影师看到 可以看到呢 它检测到就是这里的这个辐射呢 是高达1000多位网每平方厘米的 OK 我现在呢就打开这个LK OK LK 我们打开 好 一个人有点麻烦 好 你看 我一打开了过后呢 这个检测仪马上把这个辐射的这个数字呢 降到0 就代表它的这个LK的这个辐射消除器 已经把这里周围的这个辐射消除了 OK 我们再做一次实验啊 我现在马上关掉 你看 这个辐射又出来了 是不是很恐怖咧 我们来测试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用到的东西 就是手机到底有多少辐射 我们用这个电子辐射检测仪来测试一下 OK 我先关掉这个screen OK 你们看到吗 它的这个检测到就是它的这个辐射是每平方厘米大概有五六百到七八百的这个辐射 其实哦 这样的数字呢 就代表它的这个辐射还是属于非常安全的区域 OK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screen打开 OK 再看听歌的话 OK 我把这个视频关掉了 因为会有版权问题的时候 影片不能开启用力 你会发现到吗 只要screen打开呢 它的这个就爆表了 一的话就代表它的这个辐射已经爆表 就是代表它已经超过了两千的这个微瓦 就是每平方厘米呢 超过了两千微瓦 所以你想像看哦 如果我们小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啊 一直这样子对着电话 一直这样看的话 其实那个辐射是很高的 OK 我们同样的 我们在做的一次实验就是 OK 我这样子放着 OK 你看到吗 它是爆表的 我现在再打开 嗯 它几乎把这个辐射降到为零了 好 我现在呢 就来测试一下 就是我们producer 平常用的这个灯 到底有多少的辐射 一样 OK 我现在是关闭的状态 然后现在打开 OK 有没有看到 它是显示为E 就是E的话 就代表它已经是爆表了 不是因为它的辐射很少 OK 我现在再把这个LK打开 诶 有没有发现到 它的这个辐射已经是变成零了 OK 然后呢 我再把它关闭 看到吗 它的这个辐射又显示为E了 OK 很吵啊 所以我先关掉 所以 其实哦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辐射的危害啊 可能你会觉得啊 我是因为把这个辐射检测仪放到这么近 才会显示那么大 就这么远一点不是没事咯 话说虽然是这样子没有错啦 但是 如果你想象一下就是 如果你现场拍摄的时候 不只是一盏灯呢 可能是三 四盏灯呢 然后你又长时间暴露在这个环境下呢 它就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纹牌的 就是你可能会在拍摄的时候 会觉得头一头动 很可能就是这些辐射造成的 同样的 就像我刚才检测那个手机一样 你可能会觉得啊 我是不是只要没有长期对电话 讲话的话就不会有这个辐射 确实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啊 一直就是你的小朋友啊 每天这样子看YouTube啊 这样子两三个小时一直上网课啊 这样子那个辐射其实就蛮严重的 所以如果你长期觉得头眼头痛呢 很可能就是这个辐射造成的 当然这个产品不是全能的 它是有使用范围的 它们旗下呢 有三个不同大小的电磁辐射消除器 最大的叫做SafeLink 它的覆盖范围呢是8米 适合一家大小使用 第二大的呢就是这个LK 它的覆盖范围是3米 它就适合放在你的office啊 或者是你的睡房等等 那最小的呢就是LK GO 它的覆盖范围呢是只有一米的 然后它是适合就是让你可以随时 带在身上或者是扣在你的钥匙圈 那这个产品呢已经有获得多个 国际安全认证 还有融合多个国际法明大奖 那我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去了解详情 那如果你担心肤射对人体有害的话 又想保护好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 那这里要给你一个好消息 因为呢现在这个产品有优惠架 而且还会送这个非常精致的日本品牌 MOS的这个保温屏是不是很美呢 优惠呢直到2021年9月30日 更多的详情呢也是欢迎参考我的这个影片的描述栏 你们购买这个浮射消除器呢 我是不会分到任何一份钱的 因为这个真的不是页配影片 我是真心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 长期头痛、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 你们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话 可以尝试这个电磁辐射消除器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彬燕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见 掰掰